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锦囊妙记 那本次的锦囊妙记呢 主要针对的是最近有个客户有提出一个疑问 原因是因为他们第一次使用MAC-D的产品 那因为大家为了工作上方便会 透过远端的方式来登录到 他们所安装好的那一台用户端 可是他们发现了那用户端登录之后 他完全察觉不到 那个用户端上面的代理程式的图示 所以导致说他一直都没有办法确认说 这个代理程式目前的运作状况 然后用户端他本身的这些使用状况到底是如何 那所以本次的锦囊妙记就针对这个客户的一个疑问 我们就录制一段影片来告诉大家有关于 要在如何在远端桌面上来去启用 MacB Aging的图示 OK 好 那在这一开始之前我想跟各位大家报告一下就是 因为远端桌面的使用的一个模式 它是属于偏向于背景处理 那MacB Aging的图示在运作上来讲 它是属于在前景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模式 所以呢当你是使用远端桌面登录到这一台Windows的主机平台之后呢 由于我们是存在于在背景模式上 所以预设上来讲 预设上来讲 这个MacB Aging的图示并不会出现在你右下角的工作列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当然MacB在很久之前 MacB也针对这个问题呢 那也特别提出一个说明 所以它也针对客户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调整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在调整上 你是不需要采用任何的参数 或者是修Patch 完全都不用 你现在只要透过 我接下来告诉各位的一个流程跟步骤 然后去启用它的这一个原则 并且套用到用户端 接下来任何的用户端 你只要透过远端桌面 你就可以顺利的看到MacB Aging的图示了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告诉各位 要来如何修改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部分 当然一开始呢 首先我们一样会登录到EPO的一个操作的作业环境里面 那由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 这个的作业它是有关于原则 有关于MacB的Aging的一个原则的一个处理模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EPO Server主控台的页面当中 我们针对功能表的一个部分去进行一个展开 那展开来之后呢 我们去点选有关于原则目录的部分 OK 原则目录 基本上原则目录它就是存放所有你这台EPO Server上所有的产品 他们每个产品旗下的相关的原则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点进原则目录之后呢 我们会很清楚的在它的最左边的一个产品的清单当中 有相当多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就不足以介绍 我们坚持针对MacB Aging来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呢 我们请在产品清单当中 寻找到有关于MacB Aging这个产品的一个部分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页面 它会去展开来去列出 在每个MacB Aging的一个原则的一个项目当中 底下有哪一些原则的存在 例如在一般的原则下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有像Demo的Policy Super Aging My Default等等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则项目 例如说存放库 例如说云南排解等等 那我们今天要设定的部分 它的项目也是存放在一般当中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一个项目当中去找寻 我想要修改的一个原则 例如说我们以我们画面上为例 我找到的是一个叫做Demo Policy的一个部分 OK 那针对这个Demo Policy的一个原则 那我在后面的一个 在它同一个列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编辑的连结 我们直接点选了一个编辑的连结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了MacB Aging的 在一般的项目当中的一些设定 那我想眼睛尖的朋友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画面当中呢 已经有一个设定 它预设上它是不会被启用了 OK 它叫做桌面 远端桌面的工作阶段中 启用MacB系统的一个图示的部分 那针对这个功能呢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打勾 打勾后呢 那按下储存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等到你的用户端跟EPO Server之间的原则 同步完成了之后呢 它这个原则的套用 就会套用到你的这个所有的用户端当中 那接下来 任何的使用者透过远端桌面的一个方式 登录到这个Windows 他们也可以去正常看到 有关于MacB Aging的一个Icon的一个部分 OK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锦囊妙记 所要介绍的远端桌面当中 如何启用MacB Aging的Icon 我想这个小小的设定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相当有帮助的 你会发现到 原来这个Aging的Icon 它并不是消失 而是呢 这个Aging的Icon在预设上来讲 只会出现在前景作业的一个模式下 所以呢 任何的背景的作业模式 它是不会产生出来的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锦囊妙记单元 那我不晓得您对于这一次的锦囊妙记单元当中 有没有任何的想法跟疑问 或者是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您有任何的建议 或是您有任何的想法 您都可以透过email或透过电话来跟我联系 那如果说你对于本次的锦囊妙记当中呢 你觉得这个我们的内容是不错的 对您有所帮助 我们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备云网安教育学院的一个频道 来帮我们按个赞 OK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在我们的备云网安的教育学院粉丝团 以后未来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拍摄 并且登出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主动式的通知 好 以上就是本次的锦囊妙记 谢谢各位